2020年时,美国领导的西方产业链试图借助疫情 在产业链上实现去中国化 并将首批目标定在打击以华为首的科技企业 结果绝望的反而是美国 华为不禁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还挺有质量 中国也成为了全球唯一开宗马力的工业大国 中国工业为什么打不倒 有人说是国运站在中国这边 也有人说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因素 这些都有,但是不够全面 其实答案全藏在中国工业和科技的代表 大沁石油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这个视频告诉你 2020年5月,路透社出了一篇怅衰中国的文章 他们称,美国正在加速去中国化 中国准备好应堆了吗 整篇文章就围绕两个方面来写 一个是惯用的怅衰中国 他们认为疫情让中国工业陷入内外交困的地步 必然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辉煌 然后再介绍了中国是如何焦虑的 还有一个是介绍美国如何让外企撤离中国 并且加大力度制裁华为 试图加速去中国化 然后举例了各种例子来证明这个点 最后还来了个总结 留给中国产业链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种口气几乎和以前国内的工资一模一样 好像只要美国一认真 中国工业就是瞬间崩塌 原本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也在担心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结果在发生疫情之后 我反而对中国工业的信心越来越大了 华为被数次打击后依然像个小强一样打不死 5G基站的市场份额依旧占据了40% 消费者业务也开始积极转型 在绝望中顽强地活着 甚至他们的目标是活得更好 华为活得越好美国就越绝望 最终双方都在绝望中坚持 就看谁能顶得住 同样像小强一样活着的还有中国工业 中国整体工业不仅没有像美国预期的那样迅速崩溃 反而还成为了全球唯一一个全力开工的国家 支撑起了全球的工业体系 国内企业的订单多到做都做不完 出口到欧洲的班列需要摇号才能排得上 中国工业火得一塌糊涂 最绝望的反而是美国 中国工业到底有何神奇 明明落后上百年 明明危机四伏 为何总能化险为一 每次问几个问题 都有说是国运站在中国这边 说是疫情打乱了西方国家的阴谋 或者干脆归咎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 这种说法显然太简单了 廉价的劳动力不止中国有 印度和越南还更低 而且西方唱衰中国工业 从十年前就有了 但是中国依然坚挺不倒 越来越强盛 如果单单靠国运不可能撑这么久 运气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国运的背后更是人定升天 所以我打算用三期的视频 从中国人 中国工业 中国战略三个角度 全面分析一下 中国产业链为何如此坚韧 将来将走向何方 本集就是从中国人本身处罚 说起人定升天 这句话在很多人看来太虚了 假的可以 曾经的我不喜欢这种说辞 但是我接触的越多 见识越多后 我才真正了解中国工业 这一路走来 创造了多少奇迹 说人定升天 一点也不为过 我以石油工业为例 给大家讲讲 中国石油是如何逆天改命的 1949年 新中国刚刚成立 国内工业百费代心 工业底子非常差 差到什么程度呢 连石油都没有 当时全国的原油产量 只有12万吨 其中的5万吨还是人造油 就是用来充数的 如果时间再往前拉到 1945年抗日胜利那会儿 中国石油年产量 更是只有400吨 还不如我们现在 一个加油站的储量 大家不要以为 年产12万吨很多了 我们做个对比就知道了 2020年 中国国内加油站 总共有11万座 平均每座加油站 一天消耗的汽柴油 就超过2万吨 如果换算成原油 那就更多了 也就是说 中国1949年整年的石油产量 放到现在支撑不了 全国加油站一天的消耗量 石油都这么少 当时的工业能有多高 这就是当时 中国石油工业的底子 差到可怜呢 当然有些人会说了 产量少那是我们技术差 这如果还说得过去的话 那么石油储量问题 就更加残酷了 1949年时 经过石油专家探明 中国石油储量仅为2亿吨 2亿吨听着好像很多 其实放到现在 它只能支撑起 中国一个季度的消耗量 想用2亿吨 来支撑起中国未来的工业 那简直是痴心妄想啊 所以在当时 中国是国内外公认的平优国 石油评级到美国和日本 都不屑一顾的地步 1913年 美国的一家石油巨头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孚 就派请专家团 来到中国的中西部 进行大规模的勘探 结果各大勘探队挖掘了很久 都没有发现到 大规模油田的痕迹 最终无功而返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埃蒙斯 根据这次的探测 以及当时世界上 其他大型石油分布地貌 提出海向深油 路向平油理论 顾名思义 只有海洋的地貌 才有条件可以大规模产油 陆地地貌不具备产油条件 1921年时 美国另一位教授 柏拉克·威尔德 对比中国与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后 提出 中国没有中生态海向地层 甚至连时间比较近的近生态也没有 进而得出 中国路向平油论 这几乎坐实了中国平油国的地位 后来在二战期间 日本也没有在中国找到大规模油田 新中国成立后 苏联老大哥也不认为 中国具备大型油田的条件 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 全部石油产量仅为200多万吨 少得可怜 新中国的工业 就是在这种要底子没底子 要子弹没子弹的情况下 开始了工业版本的万里长征 而在这一次长征中 石油工业发展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石油乃是工业的血液 没有石油 中国弹劾发展工业 于是中国石油一段浩浩淡淡的奋斗水 就这样展开了 而这里的代表性事件就是大庆油田 连毛主席都给出 中国工业看大庆的至高评价 那么大庆油田 到底是如何被中国攻克的呢 有两步 第一步就是要把探民的石油 尽可能的挖掘开 踩出来 你想啊 不积溃步无以至千里 我们既然没有大的油田 那么可以从小油田开始呀 先解决无有可用的问题 所以中国在1952年成立中国石油师 这石油解放军 19军第57师 8000名战士 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 可以说是真正的雄师 有了他们 中国石油工业才有了底子 为了找石油 中国石油师脱下军装 开始分散奔赴中国大家南北 戈壁荒漠为中国石油寻找希望 找到石油时 他们又开始聚拢 进行石油攻坚战 那段时间 哪里有油田需要开发 哪里就有石油师 用他们的话说 我们脱下这身军装 但依然在战场上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们没有一个单逃兵 事实上 他们的确做到了 在此后的数十年中 中国石油师参与了 所有油田的大会战 没有落下一次 暂时满天星 巨石一团火 形容的就是这样一只雄师 1954年 为了更好的调配资源 中国又成立了燃料工业部 并在次年拆分为 煤炭工业部 电力工业部 以及石油工业部 中国石油工业 这次采用了主心股 中国产达数年的石油攻坚 也取得了回报 相继发现和开发了 玉门油田 以及克拉玛伊油田 石油年产量 从12万吨 一举突破到400万吨 解决了燃煤之急 但我们石油的根本问题 解决了吗 其实并没有 中国工业发展迅速 对石油的需求也很大 石油产量远远跟不上 工业发展的脚步 1953年 新中国制定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 但是到了1958年 成果平定的时候 一五计划成果分数 大部分项目都如期完成 甚至超标完成 只有石油工业拖了后腿 虽然努力了将近十年 可依旧没有完成目标 没有石油 就甭想谈工业快速发展 为了解决石油问题 中国只能一边省着用 一边加大力度 从国外进口石油 但是这两个方法都不实际 先说一下石油节省的后果 当时为了节省石油 中国很多汽车都荒废了 普通小汽车停用 那还可以用其他交通工具来解决 但是公共汽车和货车停用 问题就大了 你想啊 公共汽车可以加快人员流动 事关民生 货车可以加快货物流动 事关工业 这两项交通工具停用 那简直是对整个社会 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当时 中国只能研发出一种叫 煤气汽车的反应炉 然后安装在汽车上 就像这样 说白了就是把火车的那一套 搬到汽车上 用烧煤来提供动力 装上笨重的反应炉 汽车不仅跑得慢 效率也是分叉 但是没办法 这种汽车还只有北京 能少数几个重要城市才有 其他地方压根就享受不到这种便利 除了烧煤汽车 当时还有气包车 就是在汽车头上弄一个大包裹 里面放上天然气 和烧煤差不多 可以说为了节省石油 中国把能用的脑洞都用上了 但有时还是不够 石油产量依旧不能满足 中国工业起步的需要 于是中国开始大量进口石油 石油对外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到了1951年 中国石油竟然有70%需要进口 而且进口国十分单一 大部分都是石油丰富的 苏联老大哥提供的 苏联虽然石油丰富 也供应得起中国 但是过分依赖苏联 耗费了中国本来就不多的外汇 这些外汇购买了石油 就没办法进口设备 会拖累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 最关键的是 过分依赖进口 对中国不一定有好处 没事儿时是大哥 有事儿时 大哥也可能变成大爷 中国工业乃至经济命脉 不能掌握在别人手里 这种问题必须解决 但是如何解决呢 当时中国被国际工认为 是没有石油的 所以就来到了第二个改命时刻 推翻西方学术界 录像评邮论 寻找更多的石油 要推翻当时的录像评邮论 十分困难 但是石油工业 已经发展了上百年 世界上已经找到的 三万多个油气田 绝大多数都产于海峡地层中 尤其是大型油田 没有一个是录像地层的 但是中国的老一辈科学家 却敢于挑战这个学说 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 中国早在进朝时 就有石油的传说 到了宋朝更有明确的记载 水上有黑汁 仍以草莫取幼 形容的就是石油 这么多的石油记载 中国怎么可能没有石油呢 后来中国石油地质学者 潘忠祥在几年的地质研究后 去美国留学 在留学期间 总结了自己的工作经验 并提出录像生油论 此后 潘忠祥教授 一直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 到了1957年 在研究了中国大量的石油后 也越来越坚定 中国是有丰富的石油的 并且发表了 中国西北部的 录像生油问题论文 里面明确了 我国西北部有丰富的石油 此外 中国地质学家 李思光 黄吉青和谢家荣等 也明确了录像生油 在台湾的努力下 中国开始在松辽平原 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 大庆石油探索站 正式拉下 此后的两年时间里 中国大量地质学者 在此展开了扫反行动 果然发现了有石油的痕迹 中国地质局的勘探队 抽调正在御门油田工作的 重型苏联钻机 在四年时间里 连续打了三口井 一口井 松金一井失败 没有产生任何石油 给了石油工作者致命一击 好在他们没有放弃 在松金二井发现了少量的石油 虽然量少 但至少证明了 理论有可能是对的 结果仅仅一年后的1959年 松金三井就喷出了大量的石油 当时处于国庆节 所以松金三井所在的油田 就被称作大庆油田 大庆油田诞生 也推翻了西方所说的中国评邮论 找到石油后 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如何开采 当时中国石油人才和设备 都非常紧缺 在新中国刚成立时 全国石油地质工作者 仅有20多人 钻井工程师10余人 虽然10年后 这些人才数量多了几倍 可在当时依旧还不够 钻井设备也是进口苏联的 可以说要人才没人才 要设备也没设备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那就是把它当作一场大会战来打 人才不够就抽掉全国的资源 设备不够就人数来凑 1960年 在石油工业部的建议下 中国分散出去的石油师工人 重新在大庆集结 并且抽掉沈阳 济南南京三个军区 三万转业军人 各地的知青都紧急奔赴 大庆油田的核心地带 萨尔图 一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 在大庆正式展开 石油大会战注定是痛苦的 数万工人一下子涌入松辽平原 这里没有房子 没有食物 也没有各种基础设施 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以及冰雪 生存条件用艰辛来说 一点也不为过 石油工人只能拔野草 开垢荒地解决食物问题 搭建30万平方集体宿舍 解决住的问题 有条件要上 没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这就是当时大庆的名言 大庆石油诞生了太多英雄和感人的故事 文明全国的铁人王静喜 就是典型代表 为了让机器正常运行 他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天里 跳入井长的泥浆池 用自己的身体当搅拌机 攻克技术难关 宁肯少活20年 拼命要拿下大油田 就是铁人一生的写照 1970年 王静喜因病逝世 享年47岁 比普通人少活了20年 而大庆油田也真的被成功攻克了 1960年 仅仅半年时间 大庆油田就诞生了第一批石油 全年累计生产原油97万吨 帮助石油工业完成全年的规划 此后 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一路攀升 500万吨 1000万吨 产量越来越高 并在1976年突破5000万吨 最终最高值定格在年产6000万吨的数据 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石油供应地 比起产量 大庆石油的含量更让人欣慰 1963年时 大庆探明了含油面积 800多平方公里 地质储量22.6亿吨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油田之一 中国摆脱了石油贫穷国的帽子 终于有了石油可用 1964年 毛主席面对大庆取得的成就 提出了工业看大庆的号召 我为什么要以大庆油田作为例子 给大家讲中国科技 中国工业人定盛天的故事 就是因为这个 当时在大庆有两种财富 一种是地下22亿吨的石油 还有一种是地上的铁人精神 铁人精神不只是王敬喜命少活十年 还有科学家敢于挑战西方权威 中国石油师团聚之间的取舍等等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付出与意志 就算油田在我们脚底下 我们也未必能发现 发现了也未必能这么快摆脱 平油国的身份 也就没有后面的工业发展了 中国不仅需要地下的财富 也需要改变中国命运的铁人 这就是我说的国运在侧 人定胜天 1965年 中国已经实现了石油的自给自足 进进口量只有30万吨 这些还是为了维持与苏联的关系 才保持的进口量 可以说大庆油田从根本上 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中国此后再也没有经历过 煤汽车等无忧可用的危机 除此之外 大庆油田借助1973年和1979年 两次世界石油危机 中国开始向日本 朝鲜 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出口石油 成为我国早期重要的创回项目 支撑其早期的工业发展 改革开放后 中国又相继发现了 胜利大港油田 借助油田的紧烹 中国在80年代的原油粘产量 已经达到了上亿吨 出口外汇达到了数十亿美元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奠定了基础 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大庆油田已经开采了20多年 生命开始进入了中期 甚至是后期 石油矿一般有早、中、后三个时期 早期原油分负 开采原油主要靠地层自身压力作用 只需要打通油井 石油就可以通过油井喷出来 这个方法就叫一次采油法 也是最简单的 等油矿进入中期 石油已经开采了一半 地层内的压力不够 这个时候就需要将水注入地下 把油挤出来 属于二次采油 也叫水洗法 等油矿进入开发中后期时 矿洞内的石油已经很少了 大部分还躲在石头缝里 这个时候用水就不起作用了 需要依靠化学设计将油洗出来 就好比用洗衣液 把义务上的污渍清洗掉一样 也叫复合区 或者三次采油 1995年时 大庆油田就进入了高寒水后期 高寒水后期的意思是 开采出来的石油很多都是水 这样采油的成本高 效率慢 甚至还会造成很多石油的浪费 为了增加开采效率 大庆油田开始想到 引进国外先进的三元复合区技术 三元复合区的意思是 在水洗的过程中 加入碱 表面活性物等 来解决水洗和普通复合区 都无法开采的原油 结果 国外的专家认为 大庆油田的酸性比较低 不适合台湾的三元区 甚至直接让大庆油田 放弃搞三元复合区的想法 因为那样不现实 这种说法和中国评优论 中国工业不行的论调 一模一样 经过铁人磨练的大庆 怎么可能放弃 单机决定自己搞 你不行 不代表中国不行 此后 经过长达十几年的 试验和理论分析 首次揭示了原油物质 与三元区的表面活性剂 是可以产生协同作用的 即使在酸性低的石油上 也是可行的 也就是说 大庆油田再次打破了传统理论 自此 三元复合区成为 中国石油新的开采技术 开采效率达到了 惊人的60% 比国外的开采率 还高出了10%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014年 大庆油田正式实施 规模化推广三元复合区 当年就帮助大庆油田 多开采了200万吨 此后每年多开采 400万吨左右 我国成为世界 唯一大规模工业化 应用复合区技术的国家 中国在石油开发技术上 占领了三采技术制高点后 就借此开始进军国外油田 2012年 大庆油田与国外一家高矿化度游藏 并且成功攻克该油田的技术难点 成为国际原油市场上的焦点 此后 又与多个国家合作开采石油 十四五后 三元复合区成为中国重大科技专项 未来还将应用到其他油田上 大庆油田的历史 就是中国工业的缩影 是一部打破各种西方理论 以及不看好的奋斗史 至今大庆油田已经开发了60年了 远超一般油田的十几年寿命 并非大庆油田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而是大庆和中国自己的奋斗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三次获得国家技术进步特等奖 大庆油田如今开发成本越来越高 在碳中和的背景下 大庆油田退出历史舞台几乎是必然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 大庆就不应该继续奋斗 国内外有很多人都不认为 大庆油田还能坚持几年 实际上 现在的大庆年产量 依旧保持在4000万吨 而且 在大庆石油集团的规划中 这个开采量将一直持续到2050年 甚至更久 足以支撑到中国碳中和战略的完成 这就是中国石油工业 大庆现在每开采一桶 都可能亏损一桶 但是只要它在 中国能源就可以保证安全 中国工业就精神支柱 大庆不只是油田 还是中国逆天改命的样本 现在我们回头看 中国工业为什么再封锁都打不到 除了上面说的国运之外 其实还涌现了 许许多多大庆里的铁人 比如核弹领域的前三强等核弹工人 导弹领域的前学森以及航天人 西途领域的徐光线 以及金属人 粮食领域的圆龙瓶等三弄人 真是这些人造就了中国工业的尖刀 还有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人的努力与奋斗 美国一直想要去中国化 甚至拉拢印度 越南组建新供应链 可为什么一直做不起来 因为他们缺的不是技术 而是这种逆天改命的决心 资本之下不是为自己奋斗 而是在为别人卖命 但是中国总能强调公平 就算走歪了 也还能走回来 这才是中国不会失败的真正原因 好了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